廣闊山谷中 赫然出现雪白圆锥体 被昵称冰幅塔的美景 其实是人造并川 更是当地人的生活泉源 这里是位于中印边界 喜马拉雅山区的拉达克 年均雨量不过50到70毫米 素有寒冷沙漠的称号 起后至少计划得很短 现在你不知道 这可能会是一个浪漠 它可能会把你田野和田野 然后它可能会被灰状 气候变迁下 冰川快速消失 威胁当地依赖农雪 本来就脆弱的农牧业 多亏了经典电影 三个傻瓜主角原型 出身本地的工程师 望楚克的巧思 来自冰川溪流的水 用管道连接到地地 会因为水压喷出 并在春季末期 寒冷的空气中快速解冻 逐渐累积成高30公尺的冰塔 解决4到5月 关键播种期 无水可用的问题 人造冰川不只年复一年造福农民 还发展出珍奇斗燕的春季冰塔大赛 往旅游业发展大有可为 更能溢注急需的资金 因为 气候变迁 无法只靠工程来被动解决问题 投入更多资源调试 并持续减碳 令人屏息的美景 才不会成为一幕上的追忆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